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帶你們看一部關於蕾絲的女人電影《克羅伊》 眼前這位充滿誘惑的美女名字就叫做克羅伊 她的職業是一名高級小姐 專門遊走於那些有錢有權的男人當中 因為經常跟不同男人出入酒店 所以這螢幕也被少婦蘇拉給看在眼裡 她是一位不展科醫生 而人到中年總會感覺自己有婚姻危機 因為蘇拉的丈夫是一名教授 在教授生日的當天 蘇拉驚心地不知現場 邀請親朋好友來給教授親生 但是沒想到因為飛機晚點 所以丈夫趕不回來了 可是丈夫回家後 蘇拉就在她手機看到了她與年輕女孩勾勤搭配的照片 她第一反應就是丈夫出軌了 可是一張照片並不能說明什麼 所以蘇拉並沒有直接去質問丈夫 有時候時機到了 命運會讓你遇到該遇到的人 一次蘇拉在餐廳廁所時遇到隔壁間沒有紙了 於是蘇拉便遞給了對方 而隔壁間的女人就是克洛伊 兩人也因此而相識 之後蘇拉也發現克洛伊今晚應付的男人貌似又不同了 吃完飯回家的蘇拉在車上終於問其丈夫 那晚飛機晚點是不是陪人去喝酒了 可丈夫的回答卻是沒有 在一天上班的時候 蘇拉又從窗戶看到了克洛伊 此時她有一種想法在她腦海裡浮現 她找到了克洛伊並拜託她去試探自己的丈夫 一切劇本蘇拉也都給克洛伊想好了 只要克洛伊用她的魅力去勾引就行了 於是克洛伊真的找上了教授 兩人的眼神也都是注視著對方 第一次跟蘇拉匯報情況時 克洛伊說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教授非常的規矩 但第二次匯報時 兩人已經有過裸裸抱抱了 這讓蘇拉非常氣憤 因為計劃上她沒讓克洛伊做這些 可在她生氣準備離開的時候 卻看到克洛伊騎車摔倒了 善良的蘇拉雖然非常生氣克洛伊胡亂行動 但也好心的給克洛伊擦拭傷口 而這一幕卻讓克洛伊感受到一種關愛 一種莫名的情愫從克洛伊這邊誕生了 當第三次匯報的時候 克洛伊已經觸碰到了教授最隱私的部位 因為克洛伊工作的原因 她還原當時發生的事情時 講得那是栩栩如生 這讓蘇拉竟然有了莫名的反應 所以她知道接下去還會發生更多 讓她出乎意料的事情 於是她拜託克洛伊去檢查自己的身體 要確保她身體沒有疾病 當第四次匯報的時候 克洛伊跟教授終於發生了關係 而在聽的過程 蘇拉身體再次有了反應 察覺到蘇拉異常舉止的克洛伊 主動親吻了蘇拉 但底支還在蘇拉這邊 離開克洛伊後 蘇拉立馬去參加了二次的音樂表演 在演奏結束後 教授親吻了蘇拉的手 並詢問她是不是插香水了 自己很喜歡這味道 聽完這句話後 蘇拉立馬要去找克洛伊 因為這味道不是自己的,而是克洛伊的 她將克洛伊帶到酒店裡 脫掉了自己的衣服 要克洛伊親自還原當時的情形 在事後 蘇拉讓克洛伊別再接近自己的丈夫了 而克洛伊對教授壓根沒有興趣 她喜歡的人是蘇拉 但在克洛伊詢問蘇拉 我們是否還能在見面嗎 蘇拉沒有給出答案 但克洛伊卻將自己祖傳的髮毯 送給了蘇拉 而最近因為經常跟克洛伊秘密接觸 讓教授認為蘇拉對她不忠 兩年也因此大吵了一架 終於蘇拉忍受不了了 她將丈夫還有克洛伊一起叫出來想探牌 可教授看到克洛伊時卻表現得非常冷靜 還詢問這女人的是誰 原來之前克洛伊匯報的都是假的 她從來沒有找過教授 一切都是她為了勾起蘇拉慾望的伎倆 在蘇拉說出所有事情後 兩人的關係終於得到了和解 但克洛伊卻早將兩人親密的照片拍了下來 可不管她如何威脅蘇拉都不為所動 這讓克洛伊內心開始扭曲 她要報復 她得不到的東西她就要毀掉 於是她找到了蘇拉的兒子 三兩下就將這青年給迷住了 回家後的蘇拉也發現了這一幕 她將兒子趕出房間 並懇求蘇拉不要糾纏自己 但在談話的過程中 兩人又開始有了反應 可親密的一幕卻被兒子看到 克洛伊也被蘇拉給推了出去 原本克洛伊是不會掉下去的 但她的手卻自己鬆開 就這樣掉了下去 故事結束 有說愛情真的很莫名其妙 克洛伊從小有走在不同的男人身邊 她渴望母愛 渴望被人真正的疼愛 直到蘇拉的出現 讓她嘗試到了什麼是幸福的滋味 最後她撒手掉下去的原因也很簡單 其實不是為了報復 而是為了讓蘇拉這輩子都不能忘記自己 因為她知道自己這輩子也不可能擁有蘇拉 她不是想讓蘇拉自責 而是想讓蘇拉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歡她 從影片最後結束的時候 蘇拉戴上克洛伊主傳的髮毡 我們就可以知道 克洛伊在蘇拉的心裡已經有了一席地位 包括教授也默許了這位特殊的情敵存在 以及兒子也同樣思念克洛伊 一家三口也因為克洛伊再次緊緊的聯繫到了一席 好啦 今天的解說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少年的解說請點個關注 那咱們下期再見